美国对华加征高额关税 中美贸易战迎来全面升级 5月14号 美国发布对华加征301关税 四年期复审结果 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 对价值180亿美元 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锂电池 光伏电池 关键矿产 半导体以及钢铝 港口挤重机 个人防护设备等产品加征关税 中国出口新三样均在清单中 其中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税率 从25%提高到100% 美媒将此比作 全球绿色贸易战的 萨拉热窝事件 但也有分析认为 此次美国加征关税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影响 中方表示坚决反对 并严正交涉 称将采取坚决措施 捍卫自身权益 外媒纷纷猜测中国会如何反制 欧盟中国商会称 中国可能考虑对 配有大排量发动机的进口汽车 提高临时关税税率 在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之际 拜登和特朗普开始了关税竞标战 特朗普宣称如果当选 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商品 加征60%的高关税 双方比谁对华更强硬 与此同时 中国产能过剩论甚嚣沉上 美国财长叶伦 试图拉拢欧盟共同应对 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 5月25号 七国集团的财长呼吁窒息 在面对中国不公平的产业政策时 保持团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欧盟不会追随美国 要量身定制对话关税 中美经贸博弈加剧的同时 也有合作一面 最近中美新任气候特使会晤 双方承诺就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 甲烷减排展开合作 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首次会议在瑞士举行 5月24号 第二轮中美海洋事务磋商举行 本周中美房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 见面沟通 中美贸易战会否越打越失控 这次美国的加征关税 主要还是一个政治姿态 无法撼动中国经济的一根毫毛 对整个的行业的影响 还是相当大的 大选年大背景 那我要有大保护 让他一拳打在棉花上 反而效果更好 大国的竞争 最后就会对老百姓 带来经济上的更多的负担 他现在已经走到 自由贸易对立面 中美在大环境 不断荒漠化的情况下 我们的绿洲还是能够持续存在 一虎一席南米黑 拜登下重手 中美贸易战会否愈演愈烈 一虎一席谈 有话大家谈 好 电器格力四号 欢迎收看格力电器 独家官的一虎一席谈 中美贸易战升级开打 这一开打不得了 大家才发现 原来拜登比特朗普下手更狠 难道拜登对中国下手打贸易战 能够把他的选票打出来 能够把他一路护送到白宫残联的宝座吗 但是这个时刻别忘了 也听听美国媒体的报道 有许多美国的消费者非常担心 担心什么 美国能够享受中国廉价商品的日子 已经进入倒数计时了 真的是如此吗 欧盟会不会加入这场的贸易大战的行列呢 当然我们更关心的一件事情是 中美贸易战如果这样打下去 会有任何的赢家吗 一开始在大屏幕看到 拜登政府是原封不动地维持 特朗普在任内对华的关税之外 还额外地举起大棒 这个大棒是什么呢 针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要征收新关税 包括了中国出口新三样 电动汽车 锂电池 太阳能电池 等等新能源的产品 都在这个清单上 好了 看到这个代表什么 刘宏 代表新的科技 新的产品 新的技术 这种新打法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吗 这是美国希望来遏制中国 在新高科技方面的一个成长的势头 很多朋友在做个比较 刘英 我要请教你 这种情况跟当年在80年代 90年代美国打日本的情况 结果会一样吗 我认为会完全不同 尽管它的手段相近 也是加征关税 提高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 但是当下的中国跟当年的日本完全不同 新三样恰恰是我们的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些产业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 超过50% 60% 70% 80% 所以它打压的结果 我认为是无法撼动 中国经济的一根毫毛 但是我们看了前几年的时候 我们台上中美贸易的时候 在特朗普时代当中 贾康老师也来我们现场 你说的说其实不用担心 一切都在既定的脚本当中 这回值得担心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觉得它这个一开始这个姿态 是一个明显对中国 加以打击和遏制加码的姿态 它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头 一下子可以把关税 提高到这么高的这个水平 后续的恶化中美关系这里边 它的这个负面影响值得我们重视 您刚刚的回答几个关键词 加码恶化中美关系 还有后续的发展 这里我就要请教崔凡 我们来做个对比 那么美国的媒体难道不在意吗 我就引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他们做了比喻说 这是全球绿色贸易战的 扎拉热卧事件 扎拉热卧就是当时 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个导火线 有这么严重吗 我觉得倒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常态 今天是新三样 未来可能还有四样五样 还会要打下去 那么中国的这个 在新兴产业中间的这种升级 这个态势会不断地往前 那么美国遏制的这样的冲动 也会不断地出现 但是它改变不了 中国的产业升级的大的趋势 马上我们要连线 在场外的两位嘉宾 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上海现场 也就是前驻旧金山 纽约总领事馆 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 伟文兄怎么看待 这一次新一轮的中美之间 所以的贸易战 美国的打法 跟过去最大不同点在哪里 我认为现在这次的做法 跟特朗普实际的做法 有相同之处 就是都是加关税 但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一个它的面比较小 只有180亿美元 但按美方统计的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 4500亿美元的4% 不像特朗普一家伙 对接大部分的 中国对美国出口上面 一揽之的 简单粗暴 都加高关税 所以在量上面比较少 但是它精准地打击 高科技产业 这里更多地体现了一点 就是说它更多是 从战略上来看 不是从具体的贸易上看 战略上更多是 从政治上来看 认为是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要影响到美国的安全 因为美国是中国 为最大的战略对手 和战略威胁 所以要在这方面 给它抢住 那么这方面呢 又有战略性的 就是长远来抢住中国 也有战术性的 因为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它讲这些话 是给国内听的 一个它需要表示 政治正确 第二个它需要 争取摇摆州 因为它在这边讲呢 针对宾州的 争取俄亥俄州的 争取密西根州的 这些摇摆州的选票 它需要 它说这个中国 影响了我们的就业 这恰恰是说为 这些工人听的 尽管实际上 不是这么回事 马上要跳到美国现场 我们要听听的是 当地相关的产业 它们乐见其成吗 美国麻州现场 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就是auto行车型创始人 行磊 行磊您好 行磊 你好 我好奇的是 在当时特朗普 轮起这个大棒打中国 最后也伤到美国 自己的同时 这一次拜登 为什么要再打起 这场关税大战呢 我觉得这个大背景 其实就是今年的大选 另外一个大背景 我刚刚从国内 才回到美国 参加北京车展 然后我开了一辆电动车 从北京到深圳 完整地体验了一下 这个国内的 智能电动车的生态 那如果说 中国现在是在 智能电动车的4.0 那回到美国是1.0 中国跑在前面去了 也就导致大选年大背景 那我要有大保护 你说汽车行业的 那美国相关的产业 他们的回应是如何呢 在美国看 除了这个特斯拉一家独大 其他的美国三大 其实都在撤退 原来的这个电动车的战略 开始要走这个混动的方向了 因为消费电动车的这个用户 这一大波已经过了 然后现在呢 就是导致它有一个瓶颈 除了特斯拉以外 又没有这种好的质量的 廉价的电动车 那唯一能提供的 其实就是中国 好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认为说 你们不要把拜登 跟特朗普政府 这两个关系来做比喻 他觉得说事实上结果会不一样 特朗普政府可能加坏了 这美国消费者的压力 会把这个物价冲上涨 inflation造成 但是他认为这波并不会 刘英真的是如此吗 我认为毫无疑问 还是会进一步地推升 它的通胀的 它的通胀目前的韧性 导致了我们大家一直认为 可能年中它要降息 它迟迟推迟 除了它的无限量的货币政策 还有积极财政政策之外 非常重要的是 它堆重国家政的这些关税 推升了它的通胀 以至于2022年的6月份 它最高达到了 9.1%的CPI的这个水平 那目前还在 3.8%的核心CPI上面 我特别认同刚才刘老师讲的 这些数字的观念 实际上戴琪的观念的话 我觉得最主要它还是希望 给社会 美国社会带来一点缓兵之计 或者烟雾弹 让大家的话 对inflation的这个焦虑感 不要犯得太多 但如果是向你意见 它只是个烟雾弹 如果最后的走向 并不是如它所说的 这不是会伤害到它的选票吗 我是觉得的话 它会是一个逐步示范的一个过程 因为实际上的话 美国从它的金融机构 它还有很多的手段 来逐步地把这个影响放大出来 但最后两国大国的竞争 最后就会对老百姓 带来经济上的更多的负担 这一点我要跳到 上海现场的果文兄 果文兄 拜登和特朗普似乎在进行 一场叫做关税竞标战 特朗普怎么说 特朗普说 如果他当选 将对所有中国商品 加征60%的高关税 双方似乎在比谁对华更强意 他背后看出来的是什么呢 果文兄 这只要表明了一点 毫无专业可言 毫无经济学可言 纯粹是比谁在政治上更强硬 这样子来争取选民的选票 仅此而已 那么至于特朗普上台以后 会不会这么做 那还是两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 关税却是他们的一个 这个手中的武器 拜登原来说过特朗普给中国加关税 这个就是一般的大学生经济学学过的 都知道关税是美国人掏钱 不是个好主意 但是现在他完全维持着特朗普的关税 不动 而且还精准地加了新的关税 就说明他们两个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 所以这一点就是制造了中国的威胁论 然后为了这个来取得国内的政治优势 取得国内的更多的选票而已 它所谓的这种加征关税 它实际上它是两头堵 一头它是加征关税 保护它所谓的本地的生产 另一头其实它延续地买美国货 实际上美国 我认为它的历史就是一部贸易保护署 无论是201啊 232啊还是301 其实它就是一个贸易保护的策略 短期来看貌似保护了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长期一定是损害了它的产业的发展 否则就没有所谓的美国的产业的空心化 或者是它的再工业化一直失败 它的产业联工业链的建案化 有安化的失败的这个问题就存在了 特朗普的部分除了提高关税之外 甚至他进一步说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 刘荣在这方面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特朗普的话呢 更是从技术层面 然后从产业层面给中国的打字 它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竞争时代 要全面打压 我觉得拜登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倒是觉得是一个策略层面 就是主要还是为了选票 因为实际上真正的达到的效果 肯定是有限 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说今年实际上在美国的现实就两党 谁对中国强硬 实际上的话呢 对他们拿选票是非常大的好处 因为美国的三大汽车产商 及三下游的供应链 对他们来讲是不能忽视的 很重要的选票仓 这个特朗普他要取消这个中国最后的待遇 或者是把这个关税 都只是说说而已吧 都只是竞选的话说吧 我认为他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他现在不光是他自己 而且呢包括他的老的智囊 莱特希泽 也都公开是这样讲了 而且在他们的莱特希泽 所讲的这个叫做战略脱钩论中间 是把这个举措是放在第一位的一个举措 就是要再进一步地提高关税 包括取消最后的待遇 但是呢他在具体的每个税务上面 他可能比如说全部的60% 那我可能他会有一些调整 他会根据他国内的利益 进行一些调整 但是呢大面积的再进一步地提高关税 这个可能性是相当存在的 我觉得这两位都在努力争取 与竞选成功的政客在比狠 这就是因为其实在这个2018年 我们成为贸易战那个开端的时候 就已经观察到的 美国他进入了一个阶段 就是朝野空前一致地认为 必须遏制中国 我觉得不论谁当选 真正到了他们自己 坐稳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的这种狠劲会弱化 狠劲会弱化 你觉得这个只是在这个大选之前 这是过去屡见不鲜的 在竞选的时候 狠到极致 到做好位置以后 适当地下调 适当下调 我跳到我的人身上 根据美国自己的研究显示说 特朗普他以关税为中心 过去这个做法 并没有成功地把许多的工厂 这些岗位带回到美国 但是即便如此 这项政策却给特朗普 他的政党赢得了更多选票 所以对中国狠 并不需要 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岗位拿回来 但是事实上 对他的选票相当有帮助 是如此吗 美国的选举有很大特点 看你的口才 看你忽悠的好不好 所以你看特朗普 那个特别有口才 所以他忽悠好大一帮子人 至于效果怎么样 他不在乎他 选民也不在乎他 所以他关键是选举那个节点 拿到了选 讲好了 选上了就行了 以后的效果没有人关心 那个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实际上 他本身的理论是站不住的 就是说中国的产品 造成了美国多少失业 但是我们我以前从2000年 一直到2012年研究过 每一年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跟美国就业的关系 得不出因果关系 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 并不能存在 但是他现在要讲的 并不是这个 仅仅是把选民 给忽悠住就可以了 如果从历史的长河 来看待这段时期 他会是在中美贸易的交往史上中 写出什么样的注解 无论是从特朗普到拜登 对中国的这个打压 他已经不仅是 中美双边的问题 他也标志着美国 已经完全离开了 当时他推动创立的 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 他现在已经走到 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自由贸易对立面 因为2018年 这个USTR提交给国会的 总统贸易议程 已经说到了 现在的多边贸易机制 是针对美国的 美国不允许WTO 损害美国企业和家庭的利益 所以他的出台利器 根本不考虑多边规则 完全是对着干 而且他不在乎 因为他把上市机构拿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不仅对着中国的 而且对全世界都是这样 通胀这个缺减法 最大的忧虑是在欧洲 其实这个打压是一记空拳 它主要是一种政治操作 欧盟不会简单地加入 美国的战场 而且欧盟跟美国的做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胡锡谈 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胡一起来的现场 这场中美贸易战 接下来会怎么样的升级下去 你来我往之下 会不会把整个的战场 都扩大出来 又有两位嘉宾 加入我们PK的现场 首先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元凌 掌声欢迎元凌 另外新加坡现场 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副教授 顾清阳 清阳兄 掌声欢迎清阳兄 在请教两位嘉宾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的国家 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升级战 日本的经济新闻就说 中国的相关行业并不依赖美国市场 打不到中国市场的 我们再来看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怎么说的 他们说看起来是对最重要竞争对手的 大胆打击 但是不会削弱中国经济的增长 这只是一个姿态而已 清阳兄 您认同这样的分析吗 我觉得这次美国的加征关税 主要还是一个政治姿态 那么它主要是为大选服务 大家知道拜登现在在竞选方面 是处于一种比较不利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他要和特朗普 来比谁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方面更加狠 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实际的影响 从美国这个板块来看并不会太大 但是我们未来要注意观察一下 会不会使得连锁反应 比如说联合他的欧洲盟友 包括日韩 那么这些联合对中国进行这样一个 加征关税 那么我们要去观察 所以说我从现在这个状态来看 我觉得它主要是一种政治操作 它不是一个像特朗普2018年加征关税 那样一个具有实质性的经济打击的影响 你觉得这完全不同 两个截然不同 我认为特朗普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 和国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而拜登的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 特别是选举的角度 所以他们两个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好 云林你的分析 看有个统计数据 好像2023年我们中国的电动车 大概产了900多万辆 我们自己销售了800多万辆 卖到世界上是120多万辆 那么到美国其实只占非常非常少的份额 但是它这个提出的180亿 它是也不算是一个很小的数额 进来讲到贸易之间 当然要少不了数字 在座各位都是数字解读的专家 我们就用数字来说话好了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去年开始超越了日本 这一次他们所针对新三样的部分 其中我们看看 大家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70% 美国是占比1.08% 这不成比例 再来中国向美国出口的 太阳能的电池不到出口 总额0.1% 成品太阳能的电池板占比 只有0.03% 刘宏这些数字没有错吧 所以大家会想说 这好像是针对空气在打 我觉得的话是政治意义更大 实际上是从特朗普时代 那个时候实际上中国企业 对美国市场已经不抱任何的信心 也对这个市场保持非常的怀疑 所以中国的这些所有的出口的数字 很多是针对比方欧洲 或者其他东南亚的一个市场 第二个 欧盟对电动汽车提法比美国还要更早 实际上的话 我们最大的担心就是 美国举着这个大半 带动欧盟影响韩国 这才是我们最担忧的是这个部分 最担忧的事情 真正担忧的不是美国举大半 而是它从这里连锁反映是 欧盟在带动韩国 是吧 这是关键所证吗 崔凡请说 崔凡 我觉得它这个措施呢 你不能光看它这一个措施 比如说电池这个问题 电池它之所以我们出口到欧盟 那个美国非常非常少 是因为它长期以来 从10年以前就进行双返 那个关税高的时候 200%多的关税 所以就我们就直接产品 已经出不去了 所以我们就到东南亚去投资 在东南亚投资了以后 间接地出到美国去 但是四月底的时候 那个就是说已经开始 已经发起了对东南亚四国的 这个反行销反补贴的调查 所以那边那个间接出口的路 它也开始在围堵了 所以这样综合在一起来看的话 它实际上它这个影响 对整个行业的影响 还是相当大的 我还想补充一句 当考虑到说它是一个象征意义 对着空气在打嘛 要把它放在另外一个情境当中 这个话就不成立了 为什么全球气候在变暖 变暖的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化石燃料的燃烧 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那么它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 长期的 因此我们要积极有所行动 那么有所行动的领域 就一定包括不能离开 全球交通运输领域里的低碳转型 IEA国际能源署 在去年发布的 全球电动汽车展望的报告当中 就提到说 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需求量 应该达到4000多万辆 那么我们中国的产量是1000万辆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就是理想的状态呢 应当是我们中美在全球应对 气候危机的这个语境下 共同在交通运输领域里的 低碳转型共同努力 我有便宜的车 你可以来买 可以减少排放 其不很好吗 但是这个做法就很明显了 就是斩断了这个进场 也破坏了这个合作氛围 针对这个内容 贾康要做补充 请说 贾康 欧洲人强调绿色低碳 比美国人掉门高多了 欧洲人他这个带头的绿色低碳 新能源呢 中国跟上他 而现在在这个新三样上 有超过他的趋势 那么他很矛盾 一方面呢 他觉得他的那个产业 可能在这方面呢 这个原来的优势没有了 另外一方面呢 他其实也认同 中国这个绿色低碳 跟他的理念是一致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已经注意到 欧洲方面的很多的反应 跟美国的态度不一样 不一样 你觉得欧盟不会跟进 我觉得他不会 简单地跟着美国来 所以欧洲的态度 是非常重要的 上海建厂的伟仁兄 来做个补充 您的观察 欧盟不会简单地加入 美国的战场 而且欧盟跟美国的做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欧盟反对这种单边的高关税 所以不会这样 但是欧盟也会限制 中国的电动车 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现在说去年9月份 开始启动了 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 很快就会有结果 我估计极大的概率 就判定中国确实存在补贴 所以要对中国加反补贴税 和倒过来追溯的关税 也会加 但它跟美国的性质 是完全不同的 它最主要的考虑 不是政治上的 而是它的就业上 因为欧盟的蛋糕就这么大 如果咱们的蛋糕 占了一块 它的蛋糕就小了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 跟欧盟就是大家共同合作 如何共同做大蛋糕 跟美国有很大的不同 韩国的情况又更不一样 因为中国跟韩国 直接构成竞争 但是两国之间的产业链的 密切的联系 超过了跟欧盟的联系 所以中韩之间 经过很好的商谈 估计会达成谋策 比较理想的安排 请说 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 保护出笨蛋 竞争出强者 如果我们看欧洲市场 弘德莱恩 他用了两个非常强的词 一个是泛滥 就是flooding 另外一个是injury 就是伤害 那么我觉得 这是夸大棋子的 现在的中国品牌 在如果欧洲这个市场 我觉得它依旧是一个建立品牌 建立渠道 建立服务 培育市场 这么一个接待 完全谈不上所谓的泛滥 完全谈不上所谓的伤害 欧洲议会改选 在6月5号前后 可能就会出台 关税的一些措施了 咱们现在最新的数据 大概是10%到30%左右 有可能最高45%到50% 但同时呢 欧洲的反对声音很强烈 一个是德国汽车工艺协会 然后欧洲的三大 大众 宝马 奔驰 这些CEO 都是最近在公开场合 已经说了 就是这个保护主义 没有任何帮助 其实欧盟在这方面 它的原则性和底线性 是比美国要强很多 他们虽然在看 这个关税应该增多少 但是他们会考虑到 WTO的这个规则和这个准则 不像美国那样 就是100%一下子 就是跳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我们跟欧洲 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是一个技术上的分歧 比如说这个 因为它对中国的这个 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反补贴 是世贸组织 所承认的一个机制 但是呢 它在具体使用的时候呢 比如说最近 它向我们的这个企业 要求提交相关数据的时候 我们的企业认为 它要求的数据过多了 比如说甚至要求 比如说我们的电池的配方啊 什么这些东西 跟你反补贴 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些数据 都要求上去 在这方面呢 我们是有争议的 但是跟美国的这个做法呢 我们的争议 是一个根本性的争议 因为它整个这个加征关税 是世贸组织完全所反对的 实际上我们301的这个案子 在世贸组织中间 已经打过一场官司 那么那场官司呢 它的那个专家小组程序 已经判中国是赢了的 美国是输了的 但是因为上述机构 已经被它残废了 这个裁决呢 没办法生效 秦阳兄 现在这种情势 在国际上来讲 对中国有利地方在哪里 不利地方又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在看 中美的这样一个贸易战 或者更广泛的 经济博弈中间呢 我们要看两个东西 一个是经济果实方面 到底对经济 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出口 我们的这个压力有多大 另一方面 我们要算政治账 那么美国在这方面 我觉得失去了国际 国际对他的这样一种 信用方面的这样一种 原来的这样一个认同 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的 一个巨大的损失 中国在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如何在这样一个 艰难的情况下 依然高举这种多边主义 国际贸易的这样一个旗帜 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讲 可能会导致是加分的 有哪些是不利中国的部分呢 不利于中国的部分 我觉得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还是以美国为首的 这样一个西方国家 他们会抱团 那么这个当然我想呢 要取决于美国 11月份的这个选举 到底是特朗普上 还是拜登上 如果拜登继续担任 这个总统的话呢 这种西方世界的 这样一个共同价值链的 这样一个抱团呢 可能会距于上风 这个可能对中国来讲 是最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第二个就是说 中国的企业 刚才讲的这个新三样的企业 如果在国际化竞争中间 开通一种更加创新的 这样一种方式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现在国际的大趋势 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这个国际合作的底层逻辑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 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的 按照过去的那样一个投资的模式 或者是贸易的模式 我们要采取新的方法 比如说如何能够在这种 国际出海的过程中间 采取一种双赢的方式 如何来回避美国的 这样一个直接打压 如何能考虑对方的 这样一个真实的需求 以及学起手来 一起在这个 特别是在企业层面 那么在发展层面 一起来合作 我想这个是我们中国企业 要探索的一条新的道路 来 刘英要做补充吧 请 我们回顾一下 耶伦和布林肯的访华 他们提出了一个新概念 所谓的产能过剩 中国真的产能过剩了吗 毫无疑问没有 中国去年也变成新能源汽车的 最大的出口国 但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 占比不到13% 占我们的产量 那日本多少 50% 它的出口的汽车占它全部产量 那韩国占70% 那德国超过75%到80% 那美国超过25% 中国何以产能过剩 中国何以新能源汽车 就影响扭曲了全球市场 是你美国自身的问题 拿着产能过剩论来去 为了它加征 关税为民政延税 胆野号的 那其实我们看到 耶伦最近几年 他公开发表 对中国的演讲说 对 劉颖你讲到关键所在 我们就看看耶伦是怎么说的 美国财政部长 耶伦最近公开谈到 中国在电动汽车 这些新能源的领域 存在所谓的产能过剩 美国媒体是当面的挑战 他说那中国的补贴 比美国的芯片法案 和通胀削减法案提供的补贴 还要多吗 耶伦说 美国会非常明确地 针对战略领域进行投资补贴 但不希望中国 向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 提供大量的补助 这只会把美国的企业 挤出市场 劉颖你听到耶伦这样的逻辑之后 当时笑出来了吧 我的确是笑出来了 我觉得耶伦他自己都说了 他自己不相信的话 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 说出这些话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推出了所谓的基建法案 通胀削减法案 包括芯片与科学法案 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 提升美国的产能 跟美国的再工业化是相近的 言外之意 就是打压探户产能 打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能 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 确实竞争比较激烈 那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觉得所谓的产能过剩论 他就是为了加征关税 来提的一个前奏 那这里面我觉得 他其实这个打压是一记空拳 他毫无疑问没有办法 打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以及相关的产业 因为这个领域 我们已经非常之强 那他所能取得的效果 只是一个舆论 他是希望打压中国 在全球超过150多个国家 跟我们签了 共建一带路的倡议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路的 这些国家制造舆论 来打压中国 从舆论方面 可能它能够得到一丁点的好处 在它的政治牌上面 得到一丁点的好处 在经济领域一无所获 但是事实上来讲 用产能过剩这个理论来讲 它的确能够说服人 能够站出去脚巴 我要跳到第三方观点 新加坡现场的清阳兄 清阳兄 我好奇 难道产能过剩 有所谓的美国产能过剩 中国产能过剩 西方产生过剩 有这样的差别吗 首先产能过剩在过去 是一个经济的概念 也就是说市场的供给 大于需求了 在我们过去的 全球化的过程中间 我们都屡屡看到 某些国家在某一个产业 或者产品方面具有优势 因此它在全球的市场 占有率是比较高的 它超越了它本国的 这样一个市场的 这样一个需求的量 也就是说 它是以全球的需求量 为它的这样一个衡量的 那这是我们过去的这样的理解 那么现在这个 以耶伦为代表的 这个美国的政客 炒作这个所谓叫做 产能过剩的话 我觉得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它是从政治的角度 国际地缘政治 这种争斗的角度来考虑的 新三样 这个在世界上出现 并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 这样一种经济和出口活动 还是最近很短的时间 两三年的时间 两三年的时间 怎么会把全球的这个市场 都填充满了呢 我想这个是相当的 不符合实际的 特别是我们看到 中国的这样一些 电动车的车企 大部分都是民用企业 而且它们的这个 产能利用力也非常的高 这就说明 市场上还没有饱和 市场上还有很多的需求 所以我想这种产能过剩 这种新的这种论调 实际上是美国对中国 进行经济围堵 甚至更广泛地全面围堵的 一个新的平台 一个新的旗帜 一个新的打法 完全脱钩锻炼做不到 我们的反击呢 也要更加深刻 更加有这个高度 美国会千方百计地 把像七大工业国 这些国家的调动起来 跟美国形成这样一个 统一的一个联盟 《一胡锡谈》 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胡锡谈》的现场 我们进入最后的下半场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场贸易战不断升级的同时 中国出手了 商务部对原产欧盟 美国 台湾地区 和日本的进口工具具甲权 进行了反倾销立案调查 同时呢 中国将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 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中国的反制力度是不是打到要害 崔凡请说 首先一个呢 我们如果对比今天的情况 和2018年的情况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呢 包括我们整个 我们完全没有经验 真正能够拿得起来的工具 其实是很少的 那么在经过这么几年的过程中间 你看我们出了那个反外国制裁的 有关的法律 还有这个不可靠实体清单的有关规定 还有什么阻断立法等等 一系列的一些工具都立起来了 那么拿了这些工具以后呢 我相信啊 因为我完全不了解 政府后面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反制措施 现在出来的有一些呢 它也不一定是完全针对这个事情来的 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做一些这个措施的时候 会以我们自身的利益为主要考量 那么所出的措施会更加的这个精准一些 最重要的就是精准 是不是打到要害 我们请说伟元兄 我们一定要反制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具体怎么反制 不是按照他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他 上一次2018年到2019年 特朗普对中国持续大面积关税的时候 当时我们是以牙还牙 你对我增多少关税 我也对你增多少关税 最后呢确实差不多 根据计算下来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 就是美国征收 平均关税率大概19% 倒过来 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 中国对它征收的关税 平均水平也是19% 也就基本上这样 那么这样算下来怎么样呢 到了2021年 中国对美国出口 反而超过了2018年水平 也就是关税对关税的 咱们不一定吃太大灰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它的关税精神是一个小部分 更大的是在产业量高科技上面 给你产业链的转移 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阻断 这个方面呢 这个更加深刻 所以我们的反击呢 也要更加深刻 更加有这个高度 这样的做呢 就是我们有选择的做 在关键的时候 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出手 而不是简单的一对一 刘英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的出手呢 中国的出手呢 更加地精准更加地有效 从哪些细节看得出来呢 比如我们是对它的工具具甲权 其实2016年我们就已经发现了 一些国家对我们进行倾销 这一次扩大到美国 扩大到欧盟一些国家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反击的手段 非常精准 既不能够损害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相关的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 又达到了恰到好处 我警示你 我警告你不要再进一步升级 OK 最近的就是我们对它的军工企业 12加10个负责人进行制裁 那我认为这就是又一个举措 实际上我认为 中国手里面有很多牌 只是我用不用 我觉得这反映出来 我们在应对美国的这种斗争的策略 更加成熟 更加老道 如果说冒一战的开始 是你打我一拳 我打你一拳 因为我们前面看到 美国这次打那个贸易战的重要目的 是为了拿更多的选票 如果我们仅仅是生意炒得越来越大 忘记我们自己的核心利益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间接地 帮助美国国内的人民 得到了更多中国是威胁认 实际上帮他们赢得他们各自的选票 所以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第一 我不会帮你 在这个中国威胁认上面 做得越来越厉害 第二 我们台湾问题是核心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做任何事情 都不要忘记我们的核心利益所在 袁玲 我就很好奇一个事情 当中国也出拳了之后 美国还会再来反扑吗 我现在不好做明确的答复 但是你悲观吗 是的 尤其是在今年大选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那中美关系处于这种缠斗当中 已经这么多年了 然后至今也没有看到能够让双方的关系 能够回暖 能够改善的一个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 所以它是在一个下行的区间 美国的反制无疑会 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 无疑还会加剧这种恶化的双边关系的 这种整体的局面 我们看看拜登上任之后做了什么事情 又一个数字来说话 甲康您看 拜登政府任内已经将355家的中国实体 加入到实体清单 这是历届美国政府之罪 那么未来美国与中国的 所谓的偷钩关联 尤其是在高科技这个部分领域 包括它的产业链 是否会精准地偷钩锻炼 这个趋势是往上升的吗 它现在在高科技这方面是 铁定要对中国实施封杀的 过去要说中美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 它的最高端是没有共享的 一直没有在芯片高水平的 航空发动机等等这方面 能实现互通有无的挂钩 其实一直就是脱钩的 其他的从中高端以下的 那么是共享全球产业链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现在它施压之后 有些局部的下调 这个东西是已经表现出来的 但要完全脱钩锻炼做不到 而真正一直就没挂上钩的这个高端的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华山一条路 就叫做新型举国体制 自己来独立自主地公关 争取突破了 在过去几十年 已经形成了中国和美国和欧洲 这样一个互补的关系 当然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七大公约国这些组织的 这些七大国家 比如说意大利呀 这个德国呀 实际上他们的利益 已经深深地跟中国联系在一起 我们看到这一次像德国 像这个欧盟有不同的声音 这就反映了他们的这样一个 不同的这样一个利益的 自身确实力的考量 因此我认为 美国会千方百计地把 像七大公约国这些国家的 调动起来 跟美国形成这样一个 统一的一个联盟 但是每个国家的考虑是不大一样的 那么欧洲 包括七大公约国这些国家 可能可以成为一个 比较跟美国不一样的 对中国来讲 可能更加可以争取的 这样一个对象 上海德国务院兄 你觉得中美平行供应链体系 很快会变成现实吗 很简单一个字 不会 因为中美两国形成平行的 供应链体系 这个是不存在的 除非你是一个非常小的经济 你在家里种西红柿 卖给你的邻居 这个供应链很短 但是现在的现代化的产业 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是先导性的产业 全部都是全球性的 不可能是美国一个 中国一个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讲更简单一点 比方芯片 美国对中国实行打压 那是高制程的风镜 低制程它并不风镜 而且我们再看看 现在美国这大的芯片公司 在中国的销售都非常大 我这最新注册没有 2021年 它的顶尖的11家 在中国的销售额1000个亿 这个不可能断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美国的进口来讲 从全球来讲 它的三分之一来自于北美 还有百分之 还有三分之一来自RCEP RCEP其他的所有成员国 中国都是它们最大贸易伙伴 这又是一个供应链 它跟欧盟之间的联系 其实没有这么深 只有18.9%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全球的供应链是完整的 它不可能是来一个 美国供应链 中国供应链 我完全同意刚才何老师讲的这个 因为如果看美国市场 普特和宁德时代的 这么一个合作模式 那还有另外几家电池制造商 实际上已经在过去两年 在宣布在美国的密西根 还有印第安那州建厂 所以我是看不到这种 所谓的平行链链 一定会产生同频共争的影响 中美之间的这个打打听听听 打打一定是长期的 它目前之间有斗争 目前之间有对话 目前之间有合作 《一虎一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一谈》的现场 中美的贸易摩擦是越来越多 但是这个时刻您别忘了 也有合作的一面 这个合作的一面 在国际的媒体观察点 最重要的是什么 原理您可以看一下 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 前院长约瑟夫奈他说 中美可以加强合作的潜在领域 气候变化 全球公共卫生 核武器 人工智能 人员交流 那么我知道 你也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 就是中美的这个经贸 会不会影响到 这些领域的合作呢 还是会产生同频共振的作用呢 一定会产生同频共振的影响 当佩洛西去串访台湾的时候 我们中美在气候领域里的交流 就完全地停滞了 停滞了有十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又看到中美关系 它复杂 以斗争为主的这个大局下 气候变化领域 一直是一个没有 完全被断掉的一个领域 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高密度 高频次的这个交流 哪怕断了那十一个月 有一些基层的联系 也没有完全地淡开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动向 中美在气候领域里的 我们的高层的会谈 无论是去年11月的 《阳光之向》的声明 还有刚刚结束的 中美双方新的气候特使的 第一次在华盛顿的会面 以及接下来在这个月的月底 要开展的双方 就是这个食物操作层面的 这个官员的这个高层的交流 在加州的 那么我们都会看到 气候变化它没有停滞不前 而是在艰难的 但是在努力的奋勇往前 也在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特别期待着未来 向中美在气候领域里 以双面气候特使为主 为牵头的这样的合作 和高层次的交流 能够持续下去 这样的话 中美在大环境不断 荒漠化的情况下 我们的绿洲 还是能够持续存在 也有可能在不断地扩展 能够为中美关系的未来 带来更大的希望 谢谢 崔凡尾一点看不明白 气候的问题是日益严重 全球都关注 清洁能源转型是当务之急 美国会不会是一边挖坑 又一边铺路呢 所以这就体现了 中美的经贸关系的它的复杂性 既然同样的一个领域中间 它互相之间有斗争 互相之间有对话 互相之间有合作 不光是气候 比如说环境问题 在世界贸易组织里面 中国发起的这个 限制塑料制品贸易的 这样的一个对话和谈判 美国也积极加入了 这些方面是有合作的 但是问题是你看 不管是在气候问题下面 还是人工智能领域 人工智能 美国都对中国有限制 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限制 就包括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而且大选之后的政策的不确定性 也会干扰这种对话 比如说气候领域中间 如果是特朗普上任了 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可能跟拜登现在的措施 他又会不太一样 那会不会很不一样 对 所以在后面的很多的对话 或者合作 又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 能因我知道你非常关注 是中美人工智能政府之间 对话首次在日内瓦举行这些事情 大家好奇的是 中美之间能不能就人工智能 科技风险这部分达成一致呢 我认为是可能的 完全可以的 因为第一次的这个 中美的政府间的对话 人工智能 其实现在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 然后呢 但是它的科技的风险 一些伦理方面 是我们共同 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所以中美务必要加强合作 所以我们中美之间 是各种贸易战 科技战 但是还有大量的合作的空间 需要我们加强合作 我觉得的话 一定要在某些公共的领域 还是为了中长期的目标 保持一些沟通 这样能做到信息的共享 和大家有一个对比较 中美之间的这个打打听听听听打打 一定是长期的 我们这个要战略耐心呢 以缠斗的方式千方百地争取 斗而不破 其实这是对于中国和平发展 和平崛起的现代化来说 一定要有高度理性掌握的一个要领 那么这样呢 能够形成大家坐在一起交流的气候问题啊 人工智能的这个对话问题啊 还有其他另外一些比如说 共同打击毒品啊等等 这些都值得合作 而实际上这种交流合作的时候 一定还会潜移问话地联系到 其他可能的交流 好 节目进行到这 你还在担心中美贸易战 会持续开打下去的 你可以看出来一半一半 那对于到现在还在担心的人 场下几位嘉宾 你们想对他说什么 中美贸易战呢实际上它只支在局部 只是在部分 我们一定要看到大事 看到主流 在大选年 它的政治秀的表演 我们不要被它的政治化 犯国家安全化 犯工具化所逼惑 贸易战只是局部的 只是短期的 长期的一定是合作的 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中美关系 更和平 更文明的双变关系 而气候变化正好是一个这样 有利于双变关系健康发展 有利于全球气候治理健康发展 也是对全人类国际社会生生不息 能够付出负责任行为的 两国大国合作的典范 所以我们要关注 并且推动这个议题上的中美合作 我是觉得的话 我们大家一定要认为 几个基本共识点 就是第一 这是一种新常态 因为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实力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到今天这个阶段 很多问题不是你想躲就躲得开 所以我们必须应对 第二 就是贸易战 我觉得是一个 互相大国之间 经济竞争的一个手段 这个的话 我觉得今天在这个阶段 明天可能在那里会输 我短时间我没有看到一个结果 而且它会贯穿到 人类竞争的一个发展的 历史的变化 第三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大家不要抱着一个 一县情愿 希望世界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世界就进入一个 非常动荡 非常不稳定的一个阶段 所以的话 我就合而不破 怎么样竞争 继续要有合作 有交流 这才是重要的目的 第一个观点呢 就是中国的产业升级 还在不断地向上攀升 因此中国的产业跟美国重叠 发生冲突的这个领域 还会不断扩展 所以后面的事情还会有很多很多 第二个观点呢 是从根本上来讲 它阻碍不了中华民族的 复兴的这个进程 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产业的 这种升级 这个大势它是阻碍不了的 第三个呢 就是说甚至在有些方面 有可能出现转机 我特别最近感兴趣的是 1930年代 美国和英国之间 贸易战的那个历史 英国是在1932年 全面放弃贸易自由化的这个政策 转为搞贸易保护主义 而且拉小圈子 搞帝国特会税 但是美国在1934年突然之间 它持续了长期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1934年开始提倡贸易自由化 然后之后 美国就成为了贸易自由化的棋手 持续了将近100年 那么所以这个过程呢 也可能到走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应对的措施得当的话 我们仍然是有可能推动 这个全球化进一步发展 不确定性确实是不可否定的 很多的这个不愉快 这些大家都感受到了 但是是不是不确定性旁边还有一种确定性 比如说中国宏大的 又是务实的一个战略目标 就是要实现现代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要中国梦想成真 那么它这个道路客观决定的 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争取和平发展 和平崛起 中美关系不论怎么风云变化 不论怎么打打听听听 我们这个确定性是不能放弃的 从中美贸易战 就是仅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角度来看 非常简单 雷声大 雷声小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中国出海包括向欧美 进军欧美 我想提出三个P 就是prepare 做好准备 打好持久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 partner 就是合作 诺贝尔奖得主 曾经说过 任何伟大的王者 都不可能改变大海中的洋流 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这个客观历史规律 全球化的这个中美两国的企业 经济 在全球供应链中间的深度的互补合作 这个是华盛顿任何的政治家 都无法改变的 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这个历史的趋势 而且要有信心 这样子我们一方面要赢在高度 要对凡是破坏自己规律的 反华的阻碍这个全球供应链的 阻碍中美合作的 进行坚决斗争 同时脚踏实地 要积极推动中美经贸合作的发展 相信从长远来看 中美经贸的合作是不可阻挡的 中美的贸易战是中美的这样一个 博弈的一个环节 那么从未来来看 还会有这样一些种族的摩擦 从这个角度看 中美的贸易战在未来 还会有其他的形式展现出来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 中美的这样一个关系 特别是贸易战 不只是双输 它是三输 甚至是全输 那么不仅影响了中美的这样一个发展 更影响了全球的发展 我们当前看到全球发展 遇到了种种的困境 看到企业利润的下滑 订单的减少 投资者的信心减弱 这个都跟这样一个贸易战相关联的 那么中美作为两个世界最大的 这样一个经济体 应该负起责任 全球现在有太多的这样一些挑战 需要两国一起来克服 那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只是 从中美来看中美的关系 要看世界第三方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新崛起的这样一些力量 来共同努力促进中美关系 走向一个和缓和合作 谢谢所有的嘉宾 不管未来中美贸易战打法是 雷声大雨点小 还是雷声大作与世不断 这五年来当中 中国已经找到了关键之道 中国应对贸易之战 那就是从老祖宗借智慧 孙子兵法的应战之道 无视其之不来 是无有以待之 这无有以待之是什么呢 就是夯实自己的创新 夯实自己的自主实力 才是应对贸易战的最佳之道 感谢格力电器 对本来的大力支持 下周见 因为贸易战没有赢家 贸易战本身是双输的 输的点不一样 那么美国它的损失 90以上是它的消费者承担的 但对中国来说 当然是有损失的 我们的这个产品出购的少了 我们的这个利润少了 我们的就业可能也受到影响 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 双输的一个事情 我们手上的牌不如美国多 有些时候 我们并不一定 直接了当地回应它 比如我说 他现在这两个政客在那儿斗 就跟上一次接近最后这个 要大选的时候 都在比狠的时候 我们不必试试回应它 让它一拳打到棉花上 反而效果更好